嗨,大家好,我是金珍菇,今天我们继续读一下植物大展江山,水是卧底 辛苦了,这是给你们的小费 没想到我们堂堂伊特隆居然能诺到这不天地,真是太我狼了 是啊,想当年您可是咱们的老大,刺刹风云,别提多威风了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火爆辣椒,你怎么也来北美洲了,采问,问世通 怎么就你们俩,其他植物了,不会都牺牲了吧 我们在这儿 他们都来了,好久不见,别演示了 我们刚刚都看到了,火爆辣椒,你身为植物证的居民怎么能和家私做交业呢 你们还真是天真,在植物顿,我就像再努力,也只是个饭馆的老板而已 在这儿可不一样,明白了,在这儿你不仅是一位饭馆的老板,还是一位送货员 嗯?不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你还是别和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啰嗦了 背信弃义,见过,我问你,你是不是很喜欢侏罗纪餐馆的美食,是那又怎样 你知道吗,餐馆的食材都是我和姜丝他们交易得来的 他们都来自于侏罗纪的植物,难怪味道与众不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吃了侏罗纪餐馆的食物,也是在和姜丝做交易啊 你,我不懂,即使能从侏罗纪运送食材回去 你也还是餐馆的老板有什么不一样 错,大错特错,运送食材我一个人就够了 但是,姜丝博士还答应我,等产品植物诊之后,就让我做植物诊的霸主 到时候,整个植物诊都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像你这样阴险狡诈的植物,我还想统治植物诊,做梦吧 你们两个给我上,是 你们有没有搞错,我让你们对付的是那几个植物 搞错,怎么可能,我们长这么大脑袋,可不是白长的 我们伊特隆的头部比一般恐龙的头部都大 所以,我们可是很聪明的哦,那你们是故意的啦 你和姜丝博士是一伙的,你们想利用我们伊特隆一族,没那么容易 对,没那么容易,放心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推翻姜丝博士的统治 就凭你们,你可别小看我们 任何僵尸战斗的经验没人能超过我们哦 哈哈哈哈,真好笑 僵尸博士早就把植物诊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们还是先想想怎么治保吧 僵尸怎么可能了解植物诊的事情 除非是你把植物诊的信息泄露给他们呢 对的,我背包里的植物诊,攻击图也是你偷的吧 没错,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已经把工坊图交给僵尸博士了 完了,最重要的机密泄露了,植物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其实从你偷偷摸摸发我的背包开始,我就察觉到你有问题了 而且工坊图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随便放在背包里 啊,所以你拿到的是我故意放在背包里的假工坊图 你居然耍我,老天爷,你为什么这样给我 我只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植物,难道就这么难吗 不是这样的,成功的定义有很多种 做植物诊的霸主不一定就成功啊 什么意思,植物诊的每个植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其实火爆辣椒你早就成功了,是吗?当然你做的食物是植物诊最好吃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 这难道还不算成功吗?哦,是啊,有一次,坚果吃了你做的菜 差点把盘子都吃了,嘿嘿嘿 连盘子都吃,难怪呀被磕掉 火爆辣椒你能再做一份猪肉鸡拼盘给我吃吗?当然 没想到在遥远的猪肉鸡还能尝到火爆辣椒的手艺 真是太幸福了,火爆辣椒我爱你,呵呵呵 不过实话,火爆辣椒的手艺真不错 坚果你也太夸张了吧 坚果,这是我在海边找到的餐具 软体动物菊石的壳,壳别再无吞咯 嗯,万事通,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你们怎么不吃啊,你忘了,我们是肉食恐龙 别害怕,我们不会吃你的 就是你还不够我们摔牙缝呢,我才不怕呢 老大,我好饿,忍忍吧 万事通,你挡到我的眼睛了 明天我们就来个你应外合,杀他这措手不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